薩克,聽說你最愛的聖火在暗黑不朽中得到史詩級的加強,真的假的啊! 何止加強啊,我還可以騎聖光變成了小馬啊! 聖光啊! 燒盡邪惡啊! 晚上好,我是薩克 我是雨天 薩克,聽說暗黑不朽有一套配置可以讓聖教軍無情燒毀,還停不下來,這麼猛的嗎? 是的,雨天,今天我們來介紹聖教軍在暗黑不朽的終局流派,笨火跑馬流 顧名思義,這套流派就是讓你化身為AOE火焰戰車,碾壓副本和PVP,同時還必定100%暴擊 根本像趙雲一樣七進七出啊! 想像一下,趙雲擁有惡靈戰機的能力,就是撞了對面不要不要啊! 本流派參考了國外Wiki百科的配置和傳機裝備搭配,我就放在內文連結了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自行研究 也歡迎在留言區分享您的看法喔! 薩克,暗黑不朽的傳奇裝備是不是比重佔了很大一環啊? 沒錯雨天,大家都把重點放在傳奇寶石上 但沒有傳奇裝備作為根基的話,是不可能組成流派的 聖火跑馬流的核心裝備如下,主手我們使用中毛這件傳奇連加 它可以賦予你的聖火技能火焰衝擊波的能力 可以對路徑上所有敵人造成燃燒傷害 哇,現在連聖火都有這麼炫的特效嗎? 讓你普攻就能燒船一整條路啊! 副守盾牌呢,我們使用天坑十字架正面傳奇盾牌 賦予你的祝福之盾在同一個地點迴旋能力 同時減緩被集中目標的移動速度 所以我說那個祝福之錘呢? 啊,聖教軍啊,每個人都喜歡當美國隊長啊 不愛當雷神索爾啊! 頭盔呢,我們使用劍衛 它可以使這個流派的核心技能之一 聖騎獲得移動能力 現在呢,你可以帶著聖騎到處跑 而不是單純的把它插在原地了 簡單來說,只要跟著你衝 每個人都可以100%暴擊嗎? 是啊,兄弟姊妹跟著我一起上啊! 最後的三件傳奇呢,都非常重要 可為這流派的三大核心 首先是傳奇護肩,我們使用Sift K的優勢 這件裝備呢,可以讓戰馬奔騰的持續時間 延長30% 讓你騎馬可以騎更久 是整個流派最核心的傳奇 凶甲呢,讓我們使用圍攻者護胸 讓戰馬奔騰在騎馬的同時 可以不停的召喚火炮轟炸 轟爛你身邊的敵人 哇嗚!騎馬奔騎的同時 旁邊還有炮擊掩護 這套流派讓戳仔都變帥啦! 還沒完呢!傳奇褲子 刀刃禁甲 賦予戰馬奔騰火焰走步的能力 邊騎馬的同時 沿路還會伴隨熊熊烈火 聖火燒盡邪惡啊! 燒毀 薩克傳奇裝備說完了 可是我們還有很多空缺 難道是要你補套裝? 嘿!你的娘娘真是個天才 是的,暗黑不朽的套裝設計 跟D3有很大的不同 是全職業共通的 能力範圍也幾乎是全職業通殺 所以這代不會像D3一樣 幾乎都以套裝為主嗎? 沒錯,暗黑不朽的套裝搭配很靈活啊! 聖火、跑馬流、聖教軍 我們使用兩件套裝 伊薩塔的灌魔以及鞭斥者的恩典 套裝比利人為4比2 伊薩塔賦予了玩家擊殺敵人之後 就增加跑速的能力 加快你刷副本和趕路的速度 鞭斥者則是讓你的持續性技能 或地板技能的傷害提升15% 也就是跑馬流下的火焰會變得更痛 一眼以鼻之 套裝更進一步強化這套豆河傷害還有跑速啊! 沒錯,宇天,就是這樣 最後就是寶石的配置 總共有平民版還有傳奇寶石版 就放在畫面上給大家做參考 傳奇寶石都以增加傷害為主 簡單暴力 以上就是暗黑不朽聖教軍的終局配置 聖火、跑馬流的流派介紹 希望可以給想玩聖教軍的玩家一個濃狀的目標 我是薩克 我是宇天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我會跟我們的玩家 可以 круг補充ivid了 好玩喔 其… 好玩喔 再寶石